X加3,X加1,2X减1,三个数呈现等比数列 那么X的值为多少 三个数呈等比数列 所以我们知道中间这个呢 是我们的等比中向 等比中向的公式是什么 等比中向的平方会等于前后两项相乘 所以我们把它计算开来 X的平方加2X加1会等于2X平方减1个X加6个X 所以就是加5X再来减3 好,那我们呢整理一下 X平方加3X减4等于0 所以X呢加4乘上X减1等于0 那X就等于-4 或者X等于-1 好,那在这边呢 如果你不记得等比中向怎么办 还是可以做的 因为它是一个等比数列 所以我们知道第二项除第一项 会等于第三项除第二项 会等于公比 第二项呢是X加1除以第一项的X加3 会等于第三项的2X减1除以第二项的X加1 接着我们把它交叉相乘 所以就可以得到X平方等于X加3乘上2X减1 好,从这里呢是不是就和我们等比中向的公式一样了 所以我们一样也是可以解得X等于-4 或者X等于1